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示範的菜式是忌廉芝士 吞拿鱼 焗大蘑菇 材料非常簡單 大蘑菇 大蘑菇 這蘑菇的香味已經很足夠 其實不是很髒的蘑菇 通常已經是在有機農場種植 其實不是會黏到很多髒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是不用洗的 如果洗了的話 裏面這些地方的味道就會走光 可能會在錠裡有少許泥 其實錠是不要的 我們拔掉就可以了 而外面呢 也會有少許木糠或者泥 我們用一些廚房紙抹掉 這樣就最原汁原味 保持到它的香味 另外就是吞拿魚 我會選擇 油浸的吞拿魚 雖然你會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健康 但是用橄欖油浸的吞拿魚 味道真的香很多 這件事是不能輸的 那就是Cream Cheese Cream Cheese 除了用來焗芝士蛋糕之外 其實有很多用途 那在煮食方面 它也是非常好用的 接著呢 就可以撕進去 看得多方便 接著我們就可以將它 拍扁它 我們將這個Cream Cheese 拌鬆 令它鬆泡泡 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樣就差不多了 Cream Cheese 令它鬆泡泡 已經好像沙律醬 那樣的鬆 就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將它 釀進去 大蘑菇裡 其實沒什麼技巧 只要搭一塊下去 接著呢 就令它 在裡面鋪平 好 我們將這個Cream Cheese 釀進去 我們可以撿一下 其實你又 不用撿到它太漂亮 最後都是吃到肚子 然後我們還會將 吞拿魚放在上面 放在Cream Cheese上面 其實你真的不要看這件事 好像很簡單 真的很好吃 這個東西 真的很好吃 好 釀完它之後 我們就可以將它放在碟上面 待會整碟放進去 這個時候我們要有少許調味 我自己就喜歡放一些黑椒 還有一些香草 那這個香草 我就選了這個椒 因為椒配合這個魚 就是非常好吃的 那我們就灑一點點在上面 那這個Parsley 真的是用來裝飾的 那這個Parsley 真的用來裝飾的 好 那我們放進去烤爐裡烤吧 但是現在烤它 我想 烤它 我們烤它 十二分鐘看看 就是用220度烤它 烤它 十二分鐘 那些Cream Cheese上面 已經開始有少許凍凍的 金黃色 那就代表已經可以了 那就可以開爐看看 好 先看看 已經完成了 那你見到呢 那你見到呢 蘑菇呢 上面 即是它已經炒得 軟軟的 然後那些Cream Cheese呢 又有這些金黃色的部分 那就代表它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最後呢 調味呢 就可以加少許 再加點黑椒 或者加點海鹽 那其實就可以把它切開上碟了 這個東西 真的 不開玩笑 但是呢 你千萬不要想一個人吃完一塊 因為 裡面也有很多Cream Cheese 這件事都頗膩的 我想把它切小 然後大家一起分享